昨天就有提醒大家今天封面要接近了 不要看着现在窗户外面哦 阳光都露脸 这外出的时候背着雨句可不能少呢 到了下午以后你就会感受到下雨的状况了 先来看看准备出门的天气了 目前在中部以北天气晴了 北部已经到26度了 还升得蛮快的 南部现在也在26了 到了东半部地区呢 现在是25度 外岛呢可以注意到 马祖的云层量开始增加了 现在封面的云层快要接近马祖了 到了澎湖现在27度 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上午天气晴朗 不过到了中午以后 封面接近降雨要开始增多了 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注意到 北边这条就是封面云带了 这个封面呢 昨天是在江南地区造成了一些比较大的雨势 现在封面呢已经到了华南了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封面带上 还是有一些对流包在这边发展 不过这对流包呢 在接近台湾的时候还要看看了 因为有时候进来的时候 它如果再发展起来 相对的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了 那如果没有发展起来 降雨的形态来说就偏少一点 不过今天在随着封面接近的时候呢 要提醒注意的 第一个注意呢 就是北边海边的风浪 北部海面 台湾海峡北部的风浪 在现在早上到中午的时候 就会开始逐渐的增大了 所以海上作业的朋友 或者是海边钓鱼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 会有风便的现象发生 这风便呢 就是从西南风要转为东北风了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台东的朋友了 今天你的感受上 中午大概12点以后到下午3点 可能温度会比较偏高 因为风面前缘 吹的是西南风的关系 这西南风过了中央山脉 到了台东地区下沉增温的作用 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 所以今天台东地区的朋友 要注意是焚风了 那其他地方的朋友呢 要注意的就是中部以北 下午以后会转为有 震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了 再讲到这部分呢 那风面要停多久 就来看看地面天气图 从地面天气图上 就可以注意到这条滞流风面了 这条风面逐渐的往东的方向移动 今天会影响我们台湾 到了明天 风面在台湾上空 降雨就偏多了 全台湾伴随着有震雨 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到了后天呢 风面就已经逐渐难移到巴士海峡了 所以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后天的雨要少了 到了周六周日 天气转晴 温度随南风上来 又再度上升 不过这一波风面接近的时候 伴随着有一些震雨 或者是雷雨的现象 又要提醒您特别注意了 今天风面要接近了 有雷雨哦 要特别的小心了 打雷的情形会发生的机会呢 是蛮多的 尤其今天在中部以北 第一个提醒您呢 请不要在库外的空地上面 因为在空地外面呢 很容易变成一个雷击的目标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乡下的地区 第二个要注意呢 赶快离开大树下哦 因为有些在乡下务农的朋友 一下雨了 他想说我可能躲在大树下会比较安全 可是大树也是一个制高点 相对的雷击也可能会打到大树 所以请不要在大树下 赶快躲到车子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躲到屋子里面 都是很安全的 今天下午小心雷雨的现象发生 再来当然看看温度的状况了 在今天各地的温度状况来说呢 其实都有点下降了 因为中午以后云层量增加 注意到中部以北 是由多云转为是下雨的天气 伴随着会有雷雨的现象发生 那到了南部呢 今天中午的高温看来 还是有机会比31度再高一点 中午闷热 到了下午晚上的时候 降雨会开始增多 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花年会下雷雨 到了台东地区 要注意的是焚风的现象 高温35度 所以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封面接近了 下午雨要增多了 记得外出攜带雨具 现场交还给赎分 下午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渡视频道